第四部分是周遭世界、自我世界、共有世界 第四部分是超越世界 超越世界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都覺得沒有 首先講明已經講完了,周遭世界、自我世界 還有更多東西 超越世界是什麼意思呢? 有爭議性的情況 遲些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能大家多講一些 當我們探討精神或靈性靈域 即是靈性靈性的題目 就可以多講一些 所以超越不一定想像到超自然的宗教 它可以是去到的領域 但基本我不是說必須要是超自然的 有宗教的 超越的意思是說 超越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相對於常理世界 大部分人都這樣想 大部分人都相信大人會更高興 但在我的生活世界 怎麼大人會更高興 這個呢 其實我離開了 超越其實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離開了 或者走出這個框架以外 我剛才提到關於這個思維的框架 和Cognitive Frame 你走出這個框架以外 在這個框架以外的經驗 這個就是超越 超越過了 通常超越的同時 就是你除了離開了的框架以外 又可以看回轉頭 看回轉頭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大陸規定的事況 你對於那樣東西 就多了一層的看法 多了一層的體驗 你走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會用一種不同的方式 去經驗 在那個話領域裡面 你使用的語言 你使用的思維的方法 或者思維的工具 或者如果你還有用某些思維的框架 那些框架跟常理的錯維有一點不同 這個就是一個超越的 我通常用英文的時候 我會用很簡單的英文字 就是Beyond 就是一個界外的語言 就是你出了去研究的大陸 去了另一個的靈魂裡面 這個可能是一個想像的空間 或者想像 很多時候 有些人對於這個 即是我們在上理世界 已經掌握了 有了一種理解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不充足的 或者是有不完整的 或者是有不完整的 或者是一些我們 這個界外的 或者是一個超越的理解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像 只不過 可以說 很多人 又想走出來 但是又不放心走出來 所以他不忍耐一些 在常理世界裡面 提供給他的工具 去接觸這個 即是 即是 你世界以外 那個就有時候很搞笑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當然是宗教 宗教就說 不是 即是 除了你現在看到現世之外 還有一個超越的理解 可能有神 有法 上帝 有真主 那你可以去到這個理解 但是很不幸 很多時候 這些所謂 有組織的宗教 他是本來想 幫我們 解放 我們去到一個 另外的 但是 很多時候 反過來 他實在是一種約束 可能是 包括思想 感情 行為 的約束 令到你更加被綁緊 在常理世界 不走出去 可以這樣 當然 有很多人 透過其他道具 去追尋 可能是 藝術 或者是 追尋一些 政治的理想 或者是 心理學術 對知識的追尋 對真理的追尋 都可以 想像 為一種 跳躍 出去 超越 整個世界的 一些途徑 我不知道這樣說 會不會對大家來說 太抽象 不過 我希望 以後 有機會 可以多說 這個 所謂 Going beyond 或者 Transcendant 走出去 或者超越 是一個 什麼樣的事 也可以 在其他人的生活 經常有些機會 經常有些機會 很多時候是一個選擇 要選擇 留在這裏 還是走出去 去圓裏 這是我們可以用的選擇 很簡單來說 我跟大家說了 這個 所謂世界 首先我講了 所謂常理世界 然後我將生活世界 四個可能的範疇 包括了自我世界 或者降幼世界 和之前有這個所謂周遭的例子 到最後 就是超越世界 基本就是一個 可以先用這個作為一個 任務的工具 所以說 達官世界 這件事 就是我 怎樣看 這個世界 我剛才把 基本的框架 簡單的 和大家交代 之後我希望 在日後的討論中 可以和大家講一些 在我自己經驗的世界 很具體的話題 會涉及生活世界 方方面面 希望大家 如果是對這個感興趣的 可以繼續看這些 我目逐希望可以生產的 出來的影片 我現在 把這些 放在網上 和暫時 放在YouTube 大家可以 訂閱 然後 繼續參與 亦都很歡迎 大家是 留言 或者是 通過不同的程度 參與 這個 對話 和討論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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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